歌手王力宏日前从美国返回台湾 完成14天的隔离之后终于出关 然而按照指挥中心的规定 隔离结束之后还要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没有想到王力宏昨天晚上跟徐若萱 范围及黑人等等的好朋友进行家庭聚会 而且大家都没有戴口罩 因此被认为是防疫破口 对此徐若萱是马上删文 那么王力宏也在脸书上面道歉 台北市卫生局说 如果查证属实 将依传染病防治法 最终开罚15万元 这杯子跟碗 用了两个礼拜 凡戴着鸭舌帽和大大的圆眼镜 造型很居家 但表情却超级开心 因为金曲歌王王力宏 从美国回到台湾 终于在16号完成14天的居家检疫出关了 不只是看到公司同事迎接 王力宏出关之后 赶快和演艺圈好友来一场聚餐 不过这拍出的照片却招来网友炮轰 除了穿着白色衬衫的王力宏 照片当中还有徐若萱 黑人范 伟奇夫妻聚餐笑得很开心 但或许就是因为太开心了 该遵守的防疫规定也全忘了 不止大家都没戴上口罩 王力宏刚解除14天的居家检疫 还得进行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一规定是不能聚餐群聚 而对此台北市卫生局也做出回应 要确认那个时间点 假设是的话 那他就表示他有违反 这个健康管理期间 应该要禁止他人 尝试近距离或者是群聚的这种活动 我们只要确认这个事实的话 会依照上立法司法 进行打条来做充分 知道戴机打条 王力宏赶紧将脸色照片删除 并且发文道歉 表示自己疏忽自主健康管理 会承担所有的违规责任 徐若萱也在IG上发文道歉 不过卫生局则说 如果查证属实 最终得吃上15万元的罚还 王力宏出道以来行销良好 这回却因为疏忽防疫灾了大跟斗 恐怕不是紧急直写道歉就能 轻松过关 白旋外上胸前台北报道